世界上农药含量最高的10种水果蔬菜 芹菜、樱桃甚至我们常吃的苹果 几乎每一种都被检测出高含量农药残留 第一名犹如可爱的红宝石 却暗藏巨大的健康危险 本期奇异探索湛江 揭秘这些水果蔬菜背后的危机 点击订阅 一起探索如何吃得更安全吧 第十名 芹菜 芹菜以及令人满足的脆感和低卡路里特性 常被誉为无负罪感的蔬菜 然而 科学家的测试显示 将近95%的芹菜样本含有农药残留物 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样本中发现了67种不同类型的农药 在这些农药中 绿琉璃的含量居首 它通常用于对抗芹菜生长过程中的真菌叶病 虽然在食物中的绿琉璃小伎量通常不具毒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 吸入或密切接触这种化学物质 可能会引起急性健康风险 并可能导致致癌效应 第九名 樱桃 樱桃以其甜美和酸味的风味 被视为大自然的糖果 不仅提供美味的零食 还带来包括维生素C 甲合同在内的宝贵营养 然而 不幸的是 樱桃容易受到各种挑战 从病毒到真菌疾病 甚至持续不断地吸樱桃果蝇的侵扰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许多樱桃农民诉诸使用农药 环境工作组的研究发现 高达91%的樱桃样本 还有多种农药的痕迹 几乎所有样本 至少还有一种类型的农药残留物 在降雨量大的地区 通常会在樱桃上使用防御化学品 这种措施 可能导致樱桃保留更高水平的农药残留物 第八名 辣椒 无论是五彩缤纷的甜椒 还是火辣的品种 都能为您的餐点增添风味 但问题是 这些辣椒有时会被喷洒 比您想象的更多的化学物质 研究人员在一些辣椒样本上 发现了一百多种不同的农药 甜椒被各种东西击中 杀虫剂 出草剂 杀菌剂 应有尽有 其中的一种化学物质是甲金锈 一些农民使用它来熏蒸辣椒甜 长时间吸入可能会影响您的肾脏 肝脏 大脑和神经 甚至与癌症有关 专家表示 这些农药残留可能对儿童比成年人风险更大 第七名 西红柿 西红柿富含多种好处 尤其是有益的抗氧化剂 如类胡萝卜素 包括著名的β胡萝卜素 这些化合物对您的健康大有弊益 然而 非有机西红柿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被试用农药 科学家一次研究发现 许多西红柿接受了多次农药处理 约16%的样本含有的农药残留量超过了最大残留限量 而且 西红柿可能会被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农药污染 其中常用的一种农药 灭多威 其在西红柿中的含量通常很低 但仍然对人类有害 所以建议您用水冲洗西红柿 以减少这种和其他农药残留物的浓度在享用它们 这里有一个小铁士 煮您的西红柿可以帮助减少农药残留物 特别要煮熟它的皮 第六名 葡萄 葡萄常与奢侈联系在一起 广泛用于葡萄酒生产 是全球喜爱的水果 然而 研究发现超过85%的葡萄样本被显著的农药残留物污染 报告称 葡萄携带的农药混合物 可能超过其他水果如橙子和梨的农药污染水平 在葡萄中发现的常见农药包括氧化伊蒙 波斯卡利德和绿芙林 特别是绿芙林 被认为是对消费者构成危害的主要贡献者 要想享受葡萄同时降低农药暴露的风险 考虑购买有机种类 第五名 苹果 苹果尤其是其果皮是一种丰富的果胶来源 一种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 然而研究表明 大多数苹果都被处理过 平均使用4.4种农药 包括使用潜在危害的绿芙林 此外 苹果还可能含有大量的二乙胺 一种通常在收获后食用于果实上的杀虫剂 它有可能在使用于水果上时产生致癌的压硝案 因此 这种农药已在很多国家被禁用 尽管大多数国家卫生机构保持苹果 只要含有低于每百万分之十的二乙案 就是安全的立场 但许多科学家警告说 与这种化学物质相关的风险不容忽视 考虑到每个人平均每年消费约5公斤苹果 思考这些农药残留物的潜在健康影响是重要的 第四名 菠菜 经常在菠菜上检测到的一种农药是绿菊脂 这种神经毒性农药在高水平暴露下 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即使是低水平的接触 对儿童来说也可能特别有害 实际上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尿液中检测到绿菊脂的青少年 被诊断出注意力缺陷波动障碍 ADHD的风险增加了一倍 此外 大约40%的菠菜样本检测到了 DDT的可检测水平 DDT是一种高度毒性的农药 被分类为致癌物 以致会干扰内分泌系统 为了在享受菠菜的营养丰富的好处的同时 最小化农药暴露 建议彻底清洗这种绿叶蔬菜 第三名 桃子 它们富含包括维生素A C 义和K在内的一系列必须营养素 以及有助于健康饮食的甲 铜和蟒 但问题在于 桃子有一种细腻多孔的皮肤 这使它们特别容易吸收农药 测试显示 90%的桃子样本 还有至少两种不同的农药 特别令人关注的 是在某些桃子样本中发现的农药绿芙林 其水平超过了最大残留限度 这种杀虫剂 如果摄入量大或吸入 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即使是少量接触 也可能导致流鼻涕 头痛或恶心等不愉快的副作用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腹痛 瞳孔收缩和心率减慢 第二名 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作为健康爱好者的宠 因其众多健康益处而广受欢迎 它富含包括维生素A C以及多种B维生素在内的必须维生素 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Alpha 亚麻酸 一种欧米甲三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 然而 根据美国农业部研究发现 与衣甘蓝中检测到了五至六种类型的农药 一些样本显示超过二十种不同的农药残留物 总体而言 超过85%的样本 检测到至少两种农药残留物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 这些农药中包括了白草枯 绿青菊脂和绿菊脂 这些化学物质与儿童的神经系统损害有关 更令人警觉的是 大约60%的羽衣甘蓝样本还有DDT 这种化学物质早在1995年就被分类为致癌物 并自2009年起在欧盟被禁用 DDT的急性暴露可能导致包括肝脏 皮肤和免疫系统损害在内的严重健康后果 第一名 草莓 常规的草莓种植经常依赖一系列化学物质 非有机草莓被发现 平均每个样本携带7.8种类型的农药 草莓连续多年在被测试的所有农产品中 农药污染最严重 这些农药包括潜在的有害化学物质 如密纤案和沙满药 此外 草莓通常会被处理使用绿饼丸 长期接触该化学物质可能导致肝脏和肾脏损害 草莓还可能含有可检测水平的绿化苦味胺 轻度暴露可能引起咳嗽和轻微的呼吸问题 而更高水平的暴露已与肺部积水相关联 好了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10种农药含量高的水果蔬菜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点赞奇异探索站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